開始囉 不好意思,我是那個逸樓,我的那個標題是實價登入2.0.0 聽不到響音 你還用蠻多分喔 所以日經射好金曜 就是那個逸樓網的實價登入 那個分散問題 對啊對啊 因為金曜還沒有射 沒有 那這個的話就是在那個 那個最時報那個02 好,這邊有,這邊也有 當初的話就是那個 2月18的時候 他那個實價登入的那個門牌全部很開 就是說他的一些資訊都不公開 並成交的地主他不公開 而且這個實價登入網的話 是有近億次的那個人在看 就是內軍部的不動產實價登入 實價那個 實價交易網 然後的話,門牌這個也是那個 就是為什麼的話實價登入2.0 他不能夠說把那個地主全部公開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政府沒有做一個台灣公益大廈資料庫 那我今天的簡報就是說 9月的時候 6、5月明明他要開議 實價2.0的時候 可能還有一次去衝說 這是門牌全都錄 全部都可以秀出來 那就是我有Email給那個行政院長跟內政部長 就是說這個案子的話 就是因為政府沒有做資料庫的關係 公益大廈資料庫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就是把很多資料 歸檔在社區裡面 那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說 我會提供這個檔案讓大家來 就是說我依給行政院長他們的檔案 讓大家來布置 然後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也希望天友們能夠幫忙 就是把這個議題做 當成一個議題來談 那是因為 這個的話是因為行業的行業不同 為什麼是行業的不同 就是你那個門牌全都錄是重建業 然後那個地售屋跟集市登入 這個是代銷業 是兩個不同的行業 這個是應該分開談的 這個是法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因為 他們本來就是市場不一樣的地方 那最主要的話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代銷業 它是不會有地址的問題 你那個門牌 你房子拆掉了 當然你的門牌就沒有了 你憑什麼去管說 門牌全都錄是 那個連那個建商也要說過 那個是跟他們沒關係的 那這個是荊州 這個是荊州派理念的 他在講說 門牌建路 那個有個資疑地 這個是建商是沒話說的 如果你房子拆掉這段期間 沒有地交稅也沒有房子稅 你根本沒有門牌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說我們一個房子裡面 你可能有多條街道 你可能面臨的忠孝東路 那旁邊是戶心北路 但是我們這個就是說 我們家裡 一般的家大概都是公立跟大 電梯這種 那這個最主要就是說 一般來講的話是有兩個門牌 但是我們政府的資料裡面 這些都是它 十架登陸網裡面 它都是一個一個白牌這樣登陸 那你沒有歸檔到社區裡面 你當然是會針對性很強啊 你這個南港路三段跟松和街 其實他們是同樣一個社區的 這個職用指導都一樣 他們同樣都是松和社區 你應該把它歸檔在這個社區 那就是因為政府沒有建立 這個財光公益大廈支援 那你應該不把資訊卸出來 那我們一樓網就不能做 這個今天就是說 那個十架履歷 好 好 謝謝一樓網 謝謝一樓網 好